房屋局和房屋委员会 推出以居民为本的幸福设计指引 涵盖八大幸福概念 包括活力健康、绿色生活 落宁安居、夸代共用、家社互联 城市连结、增值上流和地方形象 作为日后新建公营房屋 和现有屋村翻新的参考和设计依据 制作这个幸福设计指引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同步将这些幸福概念 是摆在现在建的公营房屋项目里面 例如在屯门的显法村附近有一个屠窑 我们将屠窑的文化融入屋村里面 在屋外场户外广场场的设计 以至到大堂的设计 另一条村是叶王村 它本身很近屯门河 所以我们贯彻了活力健康的概念 我们都会将一些单车泊位置 摆在一些就近正面和单车境的地方 居民也都会很方便可以踩单车 也都在旧屋村里面 其实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改善的工程 可能是外场美化 一些小小设施的改善 陆化环境方面的改善 我们希望在未来 无论在全港那么多区 无论是新建的工营房屋项目 以及在一些现有的屋村里面 我们同样是能够得到改善 我们希望提升工营房屋居民 他们的幸福感 指引统整房屋委员会 过往建造和管理经验 团队更加走访26条屋村 透过小组活动 工作坊和深入访谈等 聆听超过3000名居民的意见 得到多项实际的建议 例如在升降机内设斜登 进一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素 居民最多去的 就是每一天都会经过入口大堂 入口大堂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一个 居民共聚的空间 除了会否大一点 多一点通风 通爽一点之外 我们也想不如做多一些扶手 以至在等升降机的大堂 和电梯的里面 我们也要倚靠的座椅 让我们的老人家 可以有得扶下 甚至等升降机的时候 坐升降机的时候 都会做一些挂钩 让我们买完东西之后 一袋二袋 挂着在那个信箱里 很轻松地去取信 房屋处亦都把握时间 同善用行常资源 在十条屋村进行外场 粉饰和小型改善工程 以及在二十条屋村 完成原景种植美化工作 建立更多幸福蛇区 以蝴蝶村为例 就利用了幸福设计指引中 地方形象作为其中一个幸福概念 以蝴蝶为主题 美化屋村环境 蝴蝶村的壁画 其实是发生了大型的蝴蝶 另外将平时我们看到 不是那么漂亮的去水喉管 或者是一些鼠檔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树屋 和一个树干 身处的一个梁亭 就是这个屯门好去处 也是我们第二套的壁画 其实它是以一个蝴蝶的视角 复含了整个屯门区 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地标 以及一些自然的景象 我们非常鼓励居民可以走出家 去到社区了解社区